今天咱们住在马路山公园里边 这风景绝美啊 喜不喜欢 向右前方行驶 随后一百米后到达目的地附近 不错 味道有点潮汐 但是你看外边就是中庭 所以正常 我的床铺在我的床盘 你先到一个地方就要这样 帮我看看有没有危险 那我的保镖 安安要先帮我进行安检 休息一会儿 吃饭 在这别人都开的剁骄鱼头 我开了一个2米宽 5米长的一个怪物 感觉就好不搭 那这么多人 怎么不能停猫 你看哪一家车 新石会 新石会你开过那边 这就是我们的车位啊 那就根本都是他家了 对不对 这个态度凭什么是他家 什么叫不吃就不准停门口 走过半个中国没见过这样的 他家生意好到这个程度了吗 就直接把一个厂房当别人长用 可以 OK 车已经停好了 这个堆还在那放着呢 我只能说的是做生意 你可以很友好的告诉我说 只有在我们家也很好吃啊 你可以试试我们家呀 而不是粗暴的就把这个堆 放在我车尾说 不在我这吃饭不准停车 也许我是一个一辈子 不会再来第二次的游客 但是 总得改进对吧 看看在哪排队吧 这个怎么排队啊 这个 进里面就排 进里面排 拿号是吧 想吃牛杂不 走排队 这个是怎么在这儿选了就等于下单排队了是吧 各种的拿一些 然后瘦肉也帮我拿一些 这个是什么 脆肠 脆肠好的 好 瘦牛肉来一些 那个 大宗口味的话就酸 酸辣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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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谢谢 大概要多久这个号 大概要多久 好的 从来没见过的食材 从来没见过的阵仗 不过 看起来挺快的 你看刚才排队的人群都已经 全部疏散了 那咱们到旁边 到边上去 来 跳 我今天倒是要看看 我能吃多少 可为什么这儿有这么多人吧 哼 带着那边那家脆皮狗 我看都不敢多看两眼 当然了 我自己不吃 别人 我也不干涉 快乐 这个 我自己不吃 让我吃了 我自己不吃了 说实话我现在对这儿的就餐规则都一知半解的 他们给了我一个菜单 然后给了一盘刚才我选过的菜就在那儿选过 然后切好的大概140块钱 还有两个蘸水 那就等我的锅底上来 好像我一不小心欺负了安安 点了一个酸辣锅 但是看起来还是蛮清澈的 广西的辣应该不是江西的辣 我觉得安安能吃 我等了一个多小时等户外的位置 真的是超火爆 锅滚起来了 我尝一下这个锅安安能不能吃 这个汤的味道就有点像酸菜鱼 酸汤鱼那个味儿 特别酸爽 好像酸菜数量不多 更多的是泡菜 一不小心又欺负安安了 虾肉虾肉虾肉 这儿都能碰见我 你是特意过来找我的是吧 对啊 我想跟安安安给你喝个照啊 谁说A4都是肥肥 你们怎么都一个个小帅 我近身 这个怎么吃啊 教教我 就是火锅 这直接烫就行了 你是点了汤锅吗 汤锅 我喜欢吃两半 那汤锅也可以 它带来这个酸味 很开胃 对它有点像酸菜鱼那个味道 本来我说都想躺死在床里边 一点出来的兴趣都没有 但是看到那个肉 这儿就是天堂好吧 各种的肉各种部位 各种的我见过的没见过的 如果你说你厌食 来这儿一秒致好 它那个料品也是那个 我是喜欢那个酸味的这个 我还蛮喜欢这个油泡辣子 可能是鲜 喜欢吃辣子 是是是 吃了广西这边的辣 确实不是很辣 对 柳州可难说 柳州跟桂林都吃得挺辣 还没吃螺蛳粉吧 还没有 吃了时候就知道了 那我如果想再吃凉拌 是不是要再点一锅了 对 可以点少一点 请不消费点 那要不你帮我选一点 行 帮我选一个凉拌 说实在我也没吃凉拌 点 公款消费 超哥请客 家人们 你看我找到了谁 把他的名字打在公平上 我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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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味道其实跟咱们吃那个 酸菜鱼火锅差不多 可以说是结合了 酸菜鱼和潮汕火锅 和牛杂三合一的一个味道 不能再煮了 要捞出来 这个脆肠再煮就硬了 捞的时候我看到了这个锅 特殊的犀利之处 锅底全是锅 所以这个锅 它煮的有一种独特的香味 如果你喜欢螺丝粉 那个特别特殊的香味 当然不是酸笋 就是说螺肉的那个香味 那你不能错过这一个 柳州牛杂火锅 我爱死这个脆肠了 它简直就是结合了 滑猴的精髓的香脆 和肠子肚子 内脏特有的香气 而且是故意保留下来的 还没完你想想 给了两斤 多吗 应该能吃吧 应该能吃 我想明白了 脱开伎量盘 独性都是耍流氓 所以 以它的这个肥肥体格 吃这么 两块 一块 二也是清洗过的 其实是还好的 来 起来吃肉 摄像机都看不见 大家说我诈不见 起来 走 看到我有点太羞了 走 你听得懂走字是吧 坐好 安的两块肉肉 光盘的两块肉的乖狗狗 来到这儿我才理解了 为什么之前弹幕里边 有那么多人质疑说 毛肚底下放冰块 我以为全世界的毛肚都是冰鲜 都要垫冰的 结果你们这儿不垫 就在盘子里边这样放着 这么大一块 而是刚才那个哥们 他切手切的 世界之大真奇妙 这个火锅真棒 这一顿像是才 才一百二十来块钱这一块 我跟我发小 我给你吃过鸡器吗 你个人这样 基本上两百多块钱 都能吃得不好 海里捞还不够吃半个我 确实 而且我觉得就是 大家要爆出固有印象 什么柳州就只有 螺蛳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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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州美食很多的 有一个不足能不能说 搞得不能算 因为这个不是很多人介绍的 隔壁就是卖脆皮肚 这东西只要来源产业合法 我不吃我不阻止别人吃 所以我估计 昂昂现在状态不好 也跟这个有关 他刚走过那个摊 他心情不是太好 这就是干拌吗 对 这一盆两斤肉 你们吃得这么给力吗 我以为只有北方大旱 才这样吃肉呢 你们觉得 乐种还是挺能吃的 这也太爽了吧 柳州简直就是人间天堂啊 两斤肉就这样展示在我的面前 你现在笑了 你喜欢凉拌是吧 但凉拌真不能给你吃 算一下 不行 想都不要行 说是凉拌 其实是温的 等于说他们已经把这个菜 给你涮好煮好 火候调理好了 我刚吃了一口 那个肚子特别脆 火候在完美的那个点上 也就是咱们在这儿聊着说着 可能忘我了 那个肚子沉底了 就煮成僵尸了 但这个他帮你调好了 永远都是最佳状态 对 所以适合懒人 酸辣酸辣有点偏甜 一口葱的冲地挠上来了 这东西啊 两兄弟吹一晚上啤酒 就是可以忘我的不用担心 这东西 煮锅呀煮过头呀 放心地吃 太棒了 看里边这大块牛肉 这油花油花的 太肉了安身出不了 点油 嗯 嗯 要不是你来我差点是错过这道绝世美食了 这是骨髓是吧 我点的是牛肉牛柏叶肥牛跟隔鲜肉 是一样 所以这两盘子下去大概有四斤五斤肉吧 你猜这一共大概都有多少钱 有400吗 300 300 估计200多吧 我猜280 你猜多少 谁离得远谁买的 就跟我欺负灯哥那顿一样 真的没关系啊 灯哥被坑了几回啊 嘿嘿嘿 我给他刷礼物了 要炖刀子割肉 下次我再去贵州 他就不会躲着我 不然这个人把我拉黑了怎么办 你赢啊 嘿嘿嘿嘿 走下呗 我来吧我来吧我来吧 明天木燃淡冰等着 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超杂 没什么环境 但是超好吃的牛杂店 用料非常棒 汤底非常棒 蘸水非常棒 如果你喜欢吃牛杂 这是一个不容错过的好地方 那我们下次有什么好吃的好儿子再见吧 这里边好吵 都要扯着嗓子说话 我也要休息一下了 晚安 拜拜 拜拜